大家好,我是大雄 继续跟大家分享节目 首先在10月24日 俄罗斯损失了860名军事人员 其次,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了俄罗斯人 在阿弗迪布卡方向发动的30次进攻 并继续在巴木特以南发动进攻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称 乌克兰导弹部队对俄军的两个炮兵部队 和一个后勤中心造成了破坏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发生了74次军事对抗 敌人总共进行了7次导弹和29次航空袭击 以及多管火箭系统对乌军阵地和平民定居点 发动了36次炮击 不幸的是,由于俄罗斯的袭击 平民伤亡惨重 在乌伦和波利西亚方向 作战情况保持相对不变 在西威尔斯克方向 俄罗斯人在边境地区保持军事存在 积极地从事颠覆活动 以防止乌军重新的部署到关键方向 并增加 比尔格罗德地区国家边界沿线的地雷爆炸 障碍物的密度 在库平亚斯克方向 俄罗斯人在航空兵的支持下 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西基夫卡和 彼得罗巴夫利夫卡地区 以及卢干斯克地区的斯特尔玛基夫卡地区 进行了突击行动 乌军在这些地区成功击退了15次的袭击 在莱曼方向 俄罗斯人在卢干斯克地区的 西列布良斯克林区地区 进行了突击行动 但没有取得成功 在巴姆特方向 乌韩军队击退了顿内茨克地区 伯赫达尼夫卡 伊万尼夫卡 克里什齐夫卡和安德里夫卡附近的 11次敌人袭击 乌韩国防军继续地在顿内茨克地区 巴姆特以南进行了突击行动 在人员和装备方面 给敌人造成了损失 并巩固他们 在已取得的前线的阵地 在阿弗迪夫卡方向 在航空兵的支持下 俄罗斯人坚持试图包围阿弗迪夫卡 乌韩军队坚韧地维持了防御 对敌人造成重大的损失 俄罗斯人在顿内茨克地区的 辛卡密诺夫 辛巴赫穆蒂夫卡 斯吉波夫阿弗迪夫卡 西维尔斯克和佩尔沃迈斯克以东的进攻行动 没有成功 乌韩首军在该地区 击退了30次袭击 在马林卡方向 在航空兵的支持下 俄罗斯人在顿内茨克地区的 马林卡和辛米哈伊利夫卡地区 进行了突击行动 乌韩国防军成功击退了10次袭击 在沙克塔尔斯克方向 俄罗斯人没有采取进攻的行动 在萨布罗热方向 俄罗斯人进行了7次的尝试 试图在萨布罗热地区的 罗伯坦和辛波克罗夫卡附近 夺回失去的阵地 但没有成功 乌韩国防军坚持在 梅里托布尔方向进行进攻行动 给占领军造成了人员和装备的损失 他们正在系统的消耗整个前线的敌人 在赫尔松方向 乌韩国防军继续的在地涅伯河左岸 坚守阵地 进行反火炮作战 对俄军后方进行有效的火力打击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乌军航空部队对敌方人员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的地区 进行了9次打击 乌军的火箭部队 瞄准了两个指挥中心4个人员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的地区 两个炮兵部队和一个敌人的后勤中心 周六 乌克兰空军表示 在24至25日夜间 他们击落了俄罗斯 75架攻击型无人机中的74架 基辅方面表示 这是入侵开始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乌空军在社交媒体上说 空军摧毁了71架攻击无人机 其中绝大多数在基辅地区被摧毁 凌晨2点前 空袭警报在基辅响起 大约两个小时后 基辅邮报的一名记者 在索洛米扬斯基区地区 听到了似乎是防空炮火的声音 然后是附近的爆炸声 无人机残骸落在该市的几个地区 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其中 包括一名11岁的儿童 市长维塔利·克里·勤科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目前索洛米扬斯基区 有两名受害者 两人正在现场 接受了医疗的救助 他补充说 该地区的移动公寓楼 被坠落的碎片损坏 紧急服务人员正在努力 从废析中救出两名妇女 据他说 同一地区发生了几起火灾 其中一起发生在一所幼儿园 此外 乌克兰防空部队 击落的无人机碎片 也落在了佩切尔斯基区 后来又更新说 俄罗斯人向乌克兰发射了 创纪录数量的攻击无人机 总共75架 其中74架被击落 此外 俄罗斯人正在用 碳覆盖神风赶子队无人机 或将他们重新的涂成黑色 以使乌克兰防空系统 更难击落他们 乌克兰空军发射人尤里·伊纳特 在电视上说 他们之前已经改进了 他们从伊朗收到的无人机 和他们自己生产的无人机 使用复合材料作为反射表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使用了碳纤维 碳是雷达信号的吸收材料 至于黑色 不需要火箭科学家就能理解 这将阻碍防空工作 特别是移动火力小组的视觉瞄准 说在阿富迪布卡 田野里到处都是尸体 一点也不夸张 很多照片和视频中 都有这样的场景 这是可怕的事情 战斗已经够糟糕的了 但光是目睹 这一切就已经够痛苦的了 那些投掷手榴弹 和操纵FPV自杀式无人机的 无人机操作员 将在他们的余生中难以入睡 乌克兰将面临几十年的精神健康危机 在阿富迪布卡的乌军的后勤生命线 这条向东延伸的公路 必须一直为乌克兰的防御部队提供补给 直到它的东南端 大部分时间都被三面包围 这张地图的作者标注了俄罗斯 对该阵的六次空袭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正试图包围阿富迪布卡 或者至少将最后一条通往该阵的补给线 置于直接火力控制之下 没有这条生命线 乌克兰无法守住这座城镇 尽管如此 俄罗斯的包围 尝试已经在阿富迪布卡的北部 和南部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两个突出点 提供了一些诱人的反击机会 据美国网站称 俄罗斯向阿富迪布卡投入了一波又一波的士兵 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惨重 从10月开始 俄罗斯攻占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的最新的努力 迄今收效甚微 法新社从战场发回的报道 提供了这次行动的新细节 第47机械化旅 乌克兰营的副队长告诉法新社 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 他们试图通过不断的攻击 来耗尽我们的防线 战术的改变 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使用步兵进攻 反映了早先对这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装甲攻击的教训 西方官员认为早在10月 在对阿维基伊夫卡的一次失败袭击中 有200多辆俄罗斯装甲车损毁 一名自称创伤的乌韩无人机操作员回忆说 坦克车队和装甲运兵车在前进 但他们进入了雷区 被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击中 他还告诉记者 俄罗斯士兵现在通常在夜间前进 每组5到7人 他说然后一大早他们就发动了攻击 有些人死了 有些人继续来 这就像一部僵尸电影 作为回应 吴韩正在使用多种的武器 包括火炮 迫截炮 手榴弹和无人机 以及从美国提供的M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上 发射的25毫米的炼炮 4.塔普里亚前线的战况在过去的一天里 即10月24 乌韩士兵在塔普里亚方向又消灭了502名俄罗斯人 据塔普里亚方向的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报道 还有战俘据报 在过去的一天 俄罗斯人 1.发动了空袭四次 2.和乌韩人之间发生了54战斗冲突 3.搞了912次炮击 塔普里亚作战战略部队指挥官 奥利克·桑德·塔纳夫斯基说 俄罗斯人已经减少了对塔普里亚方向的空袭次数 但步兵的活动仍然很高 塔普里亚方向的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发言人 斯图潘补充说 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投降 除了昨天的三人外 今天有消息称 多达12名俄罗斯人 选择了保住性命 俄罗斯在使用口径巡航导弹方面存在问题 英国国防部透露 这是因为后勤出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 利用其在新罗西斯克的基地 为舰艇重新装填巡航导弹的能力 很可能成为该舰队作战效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传统上 俄罗斯人会在塞瓦斯托布尔重新的装填巡航导弹 但现在 由于乌克兰的袭击 这里变得危险起来 英国情报机构认为 俄罗斯将更多的依赖新罗西斯克 但是俄罗斯有可能因为新罗西斯克的后勤问题 而停止使用口径导弹 报告这样写道 俄罗斯可能会寻求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以便将海基巡航导弹纳入针对乌克兰的任何冬季打击行动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